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北京时间上月10日2023年 短道苏华市警赛 第一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较量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2000名混合接力 1分之1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 就是我们中国队 保安长安比赛 林孝俊在最后一半 上演了精彩的逆袭 比赛到底要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 进展精彩的画面 保安长安比赛 中国队的最大家用对手 就是荷兰队 持着一次在女子3000名 激烈预赛比赛中 中国女队由于失误 最后只获得预赛第三名 无缘晋级下一轮 这也让外界对女队的状态 产生了质疑 而在本次混合激烈比赛中 女队的表现 确实也是不进入人意 今天中国队处在 第二跑道的位置 而荷兰队处在 第一跑道的位置 比赛的时候 荷兰队利用最内战的优势 很快就强到了新界 而中国队起跑 就会稍微逊舍一些 出来落后的位置 刚开始 荷兰队带的截斗 还是比较快的 前两半女队完成交接后 中国队依旧处在第二位 不过来到了男队员的环节 只见朱宇成开始奋力加速 去缩小和第一的荷兰队 之间的差距 只见朱宇成追得非常凶 或许他也在等待实际的出现 果不其然 当比赛还上下12圈的时候 只见朱宇成从内道逆爪的荷兰队 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来到最后一半交接后 只见林小俊处在领华的位置 将节奏带得非常快 不过身后的荷兰队也居得非常凶 当完成新一轮交接的时候 只见荷兰队马上加速逆转的 中国队冲到了第一位 只见荷兰队女选手滑得非常快 一下子就将身后的选手甩开了 当比赛还剩下6圈的时候 只见中国女选手 再次敞遭身后的选手逆转 掉到了第三位 接下来只见中国队处在第三位 有落后前面第一的荷兰队 10米远的距离 有落后第二的美国队 也有5米远的距离 这一让中国队处在非常被动的局面 当比赛还剩下2圈的时候 中国队完成交接后 还落后前面第二名选手3米远的距离 只见最后一半的林小俊开启了聚感模式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的充斥阶段 这个时候只见林小俊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和成加速能力开始分离直追 只见林小俊在最后半圈 利用自己的超强弯道技术 逆转了美国队冲到了第二位 只见林小俊是第二个冲过终点的 最终豪兰队和中国队都以大Q的身份 成功晋级下一轮 而林小俊昨天参加的三个项目 全部都顺利晋级下一轮 也期待中国短道速滑队 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记得着 看见鲤鱼赛事 有我大嫂的相伴 我们下期下回